所以说耐心等待宝贝顺利展出 我们这是福宝圣衣宝贝的旧老爷 我们的小七弟宝贝 也是从大家都知道 回来之后到现在状态如何 你说当初也有的人造谣说 我们小七弟宝贝被人打 怎么样怎么样 有吗 没有吧 你看宝贝的状态如何 时间是简单任何人和事的一切真理 任何人和事都逃不过时间的发言 我们通过时间见证一切 现在帅气的王子小七弟宝贝的真实动态如何 这是今天下午的 感谢姐姐的小脸 就是福宝以后的动态 所以说咱们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 耐心等待宝贝顺利展出 这就是咱们宝贝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只有宝贝健康好 就是我们宝贝们最大的初心 所以咱们不要着急 千万不要被这些网络上面影响我们的心情 不好 所以我们要耐心等待 宝贝展出 我们就给他分享 这样的话 大家慢慢就看到 你看咱们帅气的王子宝贝回家半年了 状态如何 我们的饲养员奶爸奶妈 作为国际顶流明星的奶爸奶妈 当初遭受了多少非议 我们小七弟宝贝 当时经历了多少风雨了 能走到今天 终于到达 对吧 美好的 现在你说 怎么过来的 是不是 我们当初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到现在 大家想想当初为什么 为什么 一天要回答多少个为什么 现在呢 再也没有人说 小七弟宝贝为啥不爬树了吧 为啥怎么样怎么样了吧 他怎么过来的啊 家们 难道大家也想让福宝这样吗 福宝还没有展出呢 就开始了 全王找猪物 偷毒物 怎么样 所以说这帮人啊 黑完美香宝贝一家 现在黑福宝 千万不要被他们利用 这些人啊 都是打着守护郭宝 熊猫的奇异 天天的搞事情 唯恐天下不乱 一亿们呢 千万一定要 擦亮眼睛 相信一亿们 大家都是有智慧的人 一定要 关于郭宝大熊猫的同时 一定要 热爱祖国 热爱生活 好吧 祝大家开心健康 小奇迪宝贝 现在真实状态 就是这样的 福宝以后也是这样的 生姻宝贝一会儿也看看 这些都是海外回来的宝宝 生活状态到底如何 你说 这个能差吗 这样们 海水终将有退去的那一天 小奇迪宝贝这边 海水已经退去了 但是至今还有个别人还在裸油 福宝这边的 已经现在潮水已经来了 正在上涨 欢迎青岁姐 而且一波未平 又一波又起 所以说 姨妹一定要擦亮眼睛 欢迎风力的猫姐姐 所以说 耐心等待宝贝顺利展出的同时 一定要 平常心对待 千万不要再看到那些网上那些发布的图文并茂的东西了 看到就恶心 为啥 你说一个文字 一个图片 自己在电脑上修图 在抠抠字 哎呦妈 真的把那个才华横溢学富武车发挥到咱们熊猫宝贝身上 发挥的淋淋尽致 这些人呢 稍微 如果把心思用在正地上 真的不仅能造福社会 而且还能自己过来生活越来越好 你说他们何必呢 这些都是阴暗潮湿的小老鼠 在国家面前永远是翻不起浪 但是吧 他们就想把义义们搞得焦躁 让义义们担心 为什么让义义们担心 因为义义们有爱心有善心 关心孩子 所以说容易被他们利用 所以大家义义们一定要保持清醒 好吧 不要被他们带节奏 咱们现在看到了是咱们帅气的王子 真的经历了多少风风的玉玉才到今天 宝贝偏养过海不远外里回到家乡 现代状态 刚展出的到现在 大家看到经历了多少异议们都知道吧 还记得吧 是不是 就像昨天一样是吧 现在宝贝胖了一大圈了 回家半年了 你说养的好不好家们 当初我们小七七宝贝吃个卖冬草 人家可以吃草 其他宝宝可以吃 他不能吃 为啥 说饲养员把笋笋都吃了 不给宝宝 你说咱们四川却损损损吗 家家户户都有损损 你说到现在 所以说话不多说 一门眼睛都是水亮的 经历这么长时间 不攻自破了吧 对吧 说什么都没用了吧 为啥 宝贝的状态这么好 你说再多有啥用 没点用 所以说家人们一定要耐心等待 千万咱们不造谣 不传谣 不信谣 一定要开心的看猫 2024年祝大家开心健康 龙年季祥 咱们耐心等待宝贝展出 人无安人 咱有时不能把别人的缺点放大一百倍 拿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的优点去比较 因为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的 咱们的国家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 都是咱们老一辈的前辈革命前辈换来的 抛头颅撒热血换回来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 珍惜我们现代的生活 也真心注意我们祖国母亲越来好 越来强大 只有我们的祖国母亲越来好越来强大 才能更好的照顾我们的一花一草一木 照顾我们的小团子们 我们才能活得更加有尊严 活得更加开心 感谢姐姐的国朝凤华 我说了都是心里话 家们 真的 你就像那某克兰说就开玩笑的话 那好吗 家们好吗 所以说 咱们一定要保持清醒 你看 大家想想下一个黑完福堡 黑下一个黑谁 这些人他们都是唯恐天下不乱 拿人钱财替人办事 就是想把一门搞疯 把一门搞焦躁 搞焦躁之后呢 给一门带来负贪 一门家里面都有孩子 现在本来工作生活压力都大 这个 你这个都上有老下有小 你说 他们目的何在啊 咱们想想 所以说嘛 咱们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 好多利用咱们的郭宝熊猫搞事情 都不是些真爱宝贝的 今天我就看到一个 还是咱的猫 还是咱的猫粉 那些都是假猫粉啊 打着手 他的名字叫守护美乡天天小奇迹 那你就守呗 然后呢 现在又开始造 把福堡的拿出来了 那我说 你的守着美乡天天小奇迹 怎么跑到福堡那 他开始又造谣福堡这块了 说福堡 这不好 那不好 园区这不好 那不好 我心里想啊 你这有毛病吗 你这爱着爱着 美乡宝贝一家 又跑到福堡那造谣去了 你这是真猫粉吗 这些人呢 真的 就是 黑我们小奇迹宝贝一家的那帮人哈 他们现在开始黑福堡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哈 这帮人 啊 福堡 到时候海水退去之后呢 就会黑 接着黑下一个哈 这帮人真的是太坏了 所以大家不用去理会他们哈 真的 拉黑就行了哈 拉黑就行了 嗯 咱们宝贝的状态如何 看看 嗯 所以说嘛 网络是 不是法外之地哈 啊 所以说咱们呢 一定要保持清醒哈 开心的看猫 不造谣 不穿谣 不信谣啊 咱们小奇迹宝贝的状态 就是摆在面前 这就是最真实的 来继续看 4点20分 5点壁馆前宝贝动态 你说这状态 啊 多好啊 家伙们一一门看看 这就是宝贝的一副微笑脸 帅不帅 啊 这就是宝贝回来半年了 回家半年了 啊 真的感谢一一门的对宝贝的 长期的守护和关爱 也感谢我们祖国母亲 把宝贝接回家 状态如何 一目了然哈 愿你在风吹雨打 宝贝的状态在这儿放弄的 你说吧 他过得好不好 美不美家们 不仅继承了妈妈美香宝贝的容颜 而且你看非常帅气啊 是吧 这就是宝贝最真实的动态啊 你说这些宝宝 说句不好听点 到底怎么照顾他们才算好啊 怎么才能让他满意啊 他不会满意啊 为啥啊 他压根都不是猫粉 他不是为了孩子着想啊 他就是想 搞乱这个事情啊 你看这么帅的宝宝 你看多好啊 是吧 时间是简安任何 任何事的真理哈 时间啊 所以说大家慢慢看吧 好吧 慢慢看 中间会浮出水面的 你看这多帅的宝宝啊 所以说嘛 欢迎如荣姐回家 欢迎说家们到来 大家自己眼睛都是水亮的 以后咱们远离这些人 真的负能量爆棚 给我们带来不 带来不了一点益处 这些人呢 真的都是 这个什么生活不如意 网络来撒气 甚至是仇恨社会 太坏了啊 其实吧 这样们说稀里话 我们大家都有讨厌的人和事啊 就像我们 我讨厌黑子 为啥呀 你在这传播正能量 他那边给你造谣 然后呢 就像大家也有讨厌的人和事啊 但是不能因为你讨厌人和事 就成就仇恨整个社会哈 够好啊 这样们啊 这个 所以说嘛 也希望咱们大家看下西音的哈 这是咱们的小七 小七弟宝贝哈 状态非常好 来咱们再看一下生意宝宝啊 小七弟宝贝 给大家还送了黄金万两 大家看一下吧 来 这四点三十五分 五点壁馆前倒计时 还有一颗粮啊 宝贝给他送了黄金万两哈 也谢谢姐姐家们新闻的点赞哈 你看 说一句是那个傻话 林子大了 什么都有哈 林子大了 什么都有 祝大家2024年 财员公文来哈 我们小七弟宝贝给大家 送了黄金万两